自从9月21日呢 俄罗斯人呢就掀起了离禁潮 离开俄罗斯 这中间呢 开始的时候 俄罗斯人呢 主要是往西边逃 结果呢 波罗的海 还有芬兰呢 相近呢 要么关闭了这个边境 要么呢 加强了这个很审核的这个流程 导致呢 这个俄罗斯人呢 往西边走的路呢 被卡住了 那么往哪走呢 往南边走了 这段时间呢 现在这个格鲁吉亚呢 已经收纳了13万以上的 这个俄罗斯人 而这个哈萨克斯坦呢 也收纳了9万左右的 这个俄罗斯人 现在呢 哈萨克斯坦呢 也开始收紧口子了 毕竟这段时间呢 进入哈萨克的俄族人呢 太多 而且这些人呢 主要还都去了 这个哈萨克的北方四个州 这四个州呢 主要就是俄族人居多 这些俄国人呢 去那当地呢 很容易呢 在当地呢 就融入当地的社会 但是对哈萨克人呢 确实很麻烦的 哈萨克呢 就怕这北方四周呢 学乌克兰的乌东地区 搞什么独立 而现在呢 这样的俄族人呢 逃到这个哈萨克 也带了这样的问题 现在是没问题 未来会不会有问题呢 所以哈萨克现在也开始收口子了 另外呢 我们的邻国蒙古国呢 这段时间呢 也收纳了不少的俄国人 至少有一万人吧 这一万人 当然一不多 相对于这个蒙古国200多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小国来说 这这已经是相当相当的多了啊 比率上相当的多啊 当然这些人中呢 有一部分呢 是俄族人 还有相当一部分呢 是远东地区的蒙古人 什么亚库特蒙古啊 布里亚特蒙古啊 卡尔梅克蒙古这些人 为的还是来躲避啊 这个战争的不想当兵 毕竟呢 平时呢 你当当兵吃吃凉 哪怕呢 收入低也没关系 现在当兵呢 是玩命 而且呢 这义务兵的这个工资呢 待遇呢 还是比较低的 它跟合同兵不一样 合同兵呢 六个月的合同 每个月的那个工资收入呢 要比义务兵高的多 这个呢 咱们应该都知道的吧 而很多的网友呢 就问 哎 我们中国会不会也收纳了很多啊 有些人说 哎 我们只要俄罗斯妹子 不要俄罗斯的男人 有人说 哎 开玩笑了 主要逃的呢 就是俄罗斯的小伙子 俄罗斯妹子人又不争兵 到底怎么回事呢 可以说呢 我们呢 不幸中的大幸 是因为我们抗议 一直而来呢 我们呢 在这抗议上呢 做的非常严格 这个中 俄的这边境开了吗 理论上是开了的 但是实际上呢 中国人想去俄罗斯呢 中俄方面呢 去俄罗斯比较简单 但是俄罗斯人想到中国来呢 你至少要打了三针以上的疫苗 至少呢 要做核酸 有核酸的证明 这些这些过程比较繁琐 所以呢 这些俄罗斯人 心急呢 不想吃热豆腐 人家呢 去吃冷黄瓜了 去哈萨克了 去蒙古国了 来我们这儿呢 先要做核酸 又要证明 又要这又要那 很复杂 俄罗斯人没有来 或者说来的很少 按照两国的这个条约的话呢 双方是免签证的 而且呢 双方都有自由性 如果按那样的呢 说实话 进入我们国内的俄罗斯人 那将是很多的 但是呢 幸亏有这个 疫情 这个防疫措施呢 挡着他们 这呢 其实给我们减了 很多的压力 毕竟呢 这些俄罗斯人呢 来到我们国内 如果说到了蒙古国 到了哈萨克 到了格鲁吉亚 等等国家呢 可以帮助当地的经济 毕竟呢 那一些国家呢 青春年男子 都相对而少 而我们国家 不存在这些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 没有岗位 这个工人 到处都是 就是岗位少 或者是岗位待遇低 如果呢 来这么多俄罗斯人 只能是呢 在我们现有的碗里头呢 继续抢饭吃 而且俄国人的竞争率 又要比我们强 怎么说呢 同样在广东呢 一个公司招聘 一个中国女孩 一个俄罗斯的大长腿女孩 要招前台 招谁呢 当然是招俄罗斯姑娘 给俄罗斯这姑娘呢 培训一下英语 很可能人也会用英语 直接呢 用英语笼笼笼笼 招待顾客 到招待客人 你看那多有范儿 但是一个中国姑娘 你呢 你无论呢 素质多高 相貌多靓丽 那你在这档次上就差一点 没办法 国人呢 这重阳媚外的心里就是有 哎 你带一个秘书 带一个中国秘书 那就是秘书 带一个洋妞呢 那就是国际范儿了 哎 而且这洋妞呢 最好呢 还能说中国话 你带出去怎么样 同样的俄罗斯的男青年来了 也是如此的 我不是说呢 女领导带俄罗斯的男秘书 而是说呢 这些男子呢 可以做模特 而且呢 可以做企业的蒙面 毕竟呢 这些招贴画上 自己的工人里头 有个 哎 鼻指口阔的 这个欧洲人 谁知道他是俄罗斯的 还是美国的 更何况呢 美国的俄裔也占很多多数的 很多人呢 像俄罗斯呢 叫什么夫的呢 基本上呢 大多大都是俄罗斯人 当然 叫司机的 差不多都是乌克兰人了 而 这样的人呢 来到国内呢 那就是在我们 本来就不多的 这个就业岗位前呢 跟我们国内的这些 小伙子来竞争 那竞争的 结果呢 很可能呢 很多时候呢 是人家省 毕竟呢 这是看脸的时代 咱们呢 有14亿的中国人 长得呢 这多 怎么说呢 趋同率呢 比较强的 但是来个俄罗斯人 你看 哎 看 人家厂里头烧了 两个俄罗斯保安 哎 多牛啊 嘿 我们的社区啊 是国际化的 你看我们保安呢 全都是国际雇佣军来的 哎 这个呢 是美国的 啊 那个呢 是加拿大的 其实都是俄罗斯人 但是 谁认得 美国人长什么样 俄罗斯人长什么 加拿大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了 而且呢 外教 原来呢 很多地方呢 都找的是黑人外教 你说黑人外教吧 那当然也是外国人了 但是有点low 你要是找两个俄罗斯人外教 你说 教俄语吗 那俄罗斯外教就不能教英语吗 你说俄罗斯人不会英语 嘿 对小学英语呢 我英语不好 但是呢 让我呢 教小学英语 这个幼儿园英语 也绝对绰绰 有余 单词 记忆单词 然后唱儿歌 这个东西呢 不要太简单了 而且呢 这些俄罗斯人呢 无论是到幼教啊 无论是到工业企业啊 无论是呢 这个执勤啊 无论还是做保安 这些呢 对人家这企业的那个档次的提升 确实是比较大的 好歹也是出蒙面的 所以呢 不来更好 来了呢 怎么说呢 只能带来麻烦 你说这个俄罗斯人中呢 有什么优秀人才吧 优秀人才呢 早让美国欧洲呢 挖去了好多 我们呢 也是在挖的 但是这些来的呢 这段时间呢 主要是25岁到35岁的 俄罗斯青年这些 那这这些人呢 主要也是产业工人 还有一部分的 这个预备业人为主的 你想想 大多的那个特点就是 有军事技能等等等等 而且呢 身体素质非常好 来了呢 也是麻烦 我们国内呢 还是少一点吧 毕竟呢 我们国内的俄罗斯族呢 已经够了 不要太多了 这乌克兰吃的亏呢 还有格鲁亚吃的亏 就是国内的这个俄罗斯族 搞的事情 俄罗斯呢 就喜欢到外国呢 撑给自己的俄罗斯族呢 撑腰 国内的时候呢 欺压自己的老百姓 在国外呢 就表现的 就跟战狼一样的 到处咬人 这一集就是俄罗斯的特点了